設計製作 大家都覺得它是一個一年半完的活動 那它其實某一個程度是應該是啟發另一個設計世代的十年的活動 因為某一個程度我們都花太多的時間來辦短期的活動 但是我希望能夠用更長遠的時空的角度來看 設計制度開始這一年有沒有可能在未來的十年 替台灣做一個比較長遠的制度的改變 所以你去看所有的社會運動 所有的藝術家 所有的設計師 永遠是站在第一線 在替這個社會最前衛的最反骨的價值做捍衛 所以我覺得推動社會設計這個想法很簡單 我們希望設計可以開始解決以及改變這個城市所面對的挑戰 所以簡單來講我們希望社會設計就是讓設計師 可以用他們的創意跟設計來解決這個社會所面對的問題 所以如果要給設計師一句話 就是說我其實是非常想要邀請更多的設計師 來加入設計制度的行列 是因為我相信我們可以開啟一個新的設計的時代 這個設計時代是Design for Public Interest Design for Social Impact的開始 那我覺得這會是台灣設計界很重要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這個制度的店 我們一定有可能